很多人跟我說 鋰電池不及插電好用 不夠它用力 不夠電油用力 我不是說它們錯 但是現在這幾年的鋰電已經進步了很多 跟以前已經不同了 不要小看鋰電 鋰電仔如果你真的充滿 是有可能是電得死人的 還有力度也不會小看 我昨天也跟我老婆說 一塊鋰電這樣怎樣 我說鋰電很有用 可以煲水 焗東西的 用到的 那你拿鋰電試一下煲水 我說不是這樣煲的 現在有些鋰電 用鋰電 四塊鋰電 就可以發動一部發電機 就算了 peak hour peak是可以到3600W 那 講一講 我問我姐姐借了一個 示範給我 天天來看 其實不要笑你 不是說裡面不夠力 但是不夠什麼好 但是很有用 就像我煲了些水 我還沒煲水 我插在這裡 開了一部發電機 煲水了 這個鍋下面寫著720W 剛剛這裡寫peak 但其實它有operator nominal 是1800W左右 什麼意思呢 你認識我的人都知道我不熟電的 但是簡單計數我都認識的 這個720W 還有這裡後面有一部焗爐仔 就是 maximum是1100W 基本上如果我加過那些 叫做馬鈴插束 加在這裡 同時operate兩部機 是做得到的 不會跳fuse 不過就算跳fuse 如果真的計錯數 跳fuse 它都有一個circuit breaker 有一個叫什麼 摊回來就可以了 對了 我現在四個都充滿電的 這部不單止是發電機 它還是一個充電機 可以充到60W電都可以 Anyways 現在就煲一煲水 由零開始煲 那一陣子 完了我就打字 免得再錄 看看煲完一煲水 剩下多少隔電 好 謝謝 拜拜